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我们遇到卡点时候的概念和想法呢 也希望通过这个录像呢给大家更高的清晰度 比如说有一个同修他就跟我讲说 我对这个金钱的无力感非常的深 虽然我很想去供奉师父 但我一想到我要去跟自己的先生讲 我就觉得非常的无力这样 因为我有很深的恐惧感 我害怕他反对我或者是怎么样这样 然后但是他同时又说 他明明知道自己卡住 他明明知道他自己去跳悬崖 就去做了 其实这个业力就消了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 我们被业力卡住的现实呢 就是我的无力感和不可能性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业力 你是不可能有无力感和不可能性的 你会去最大的激情投入到人生 所有的一切对你来说都是可以去创造的 你会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 任何时候当你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难做 或者是我不想做 或者是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些时候就是被自己的业力卡住 所以这个同修他的这个想法是很好的 他明明知道自己被业力卡住 而且他也想要去克服 这个就是正确的方向 那你有了这个愿望 你才有可能去找到克服你业力的方法 就像这个同修主动跟我联系说 马开拉下你要帮我圆满我的这个心魔 你要帮我圆满这个恐惧 我知道自己想要去跳悬崖 但是我就差你推我一脚这样 这个就是自救 只有这样呢 我们突破了自己的业力呢 我们的人生才不会有卡点 我们人生想要的一切才会顺利的流动起来 不然现在就是卡住这样 另外一位信众呢 他有同样类型的问题 他呢明明是想要拿自己的黄金去供奉女神 但是呢他只拿出一部分 他说另一部分呢是自己的孩子的 他没有权利去碰 如果他碰的话家人会反对 所以他说现在就先不提这件事情 那这个信众的行为就是被业力卡住了 这是什么业力呢 就是他认为自己不会被理解 不会被人生支持 就是他知道自己说话 家里人是不愿意听的 大家明白吗 这个事实是一个幻象 也就是说如果你内心是通畅 是圆满的 你说什么家人都愿意听 你就知道家人会支持你 但是他就是因为他的业力 他认为家人不会支持他 所以才造成他这件事情做不下去 所以对于这种类型来讲 我们不能接受现实 而是要去努力的看到这个卡点 去圆满他 一直圆满到我的内心 就是能够感受到家人对我的支持 我用这个内心的世界去跟他们讲的时候 他们就是会同意 这个事情就是可以做成 做成的方法是你自己的内心先要有这个希望 你要首先能看到你的家人愿意支持你的这个点 对于他来说这一扇门已经关上 因为他对人生的痛恨这样 所以呢通过圆满的方法 我们可以释怀对人生的痛恨 可以呢看到世界对我的接受和对我的支持 在这个空间下呢你就会看到希望 你就会知道怎么去跟自己的父母讲 他们愿意听 自然而然这件事情就能在你圆满的内心下去做成 这个就是业力的消除 人生的圆满 大家看到了吗 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不可能有做不成的事情 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我们不愿意去攻克的卡点而已 所以当你把自己内心的空间一点点扩大 把所有这些自我就是我认为不行 我认为不可以 或者我不想低头去跟他们讲 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我为什么要原谅他 我对他的恨是很深的 他们不支持我是事实 我为什么要去放下自己心里对他的隔阂 其实你深入的内观就是这些 你对人生的痛 你的自我造成的 他们不想听你讲话 你自己变成受害者这个现实 事实上你从来都不是受害者 而是你去武断的对待人生 拒绝人生给你的机会 另外有一个信众 今天早上跟他讲 他说我不想去跟这些人谈 他们绝对不会听我的 就是我是说这些 他们是不愿意听的 对于他来讲 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卡点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说话 他们是可以听的 只要你能看到这个事实 在你的心中已经发生了 也就是对于他来说 他连想要突破的这个愿望都没有 大家明白吗 就是我们活在无意识的现实当中 我们都连想要突破的想法都没有 就是以为人生就是这样 不可能性就是我们要接受的现实 所以但我开导他之后 他也看到这个现实 就是原来这是他自己内心显化 因为他一直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他当然认为不可能的这个原因的深处是他的自我 就是他不想放下对人生的仇恨 所以才造成了这个 跟人交往上的无力感 别人不能理解我 别人不能同意 其实如果你释怀了 你彻底的让自己放下对人生的痛恨 去真的敞开心扉对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爱他们 支持他们 像爱自己一样爱所有的人 其实没有任何我们嚼不下的馒头 敲不下来的这个石头 通过这个录像给大家分享 我们人生卡点的本质是什么 以及人生是 所有一切都是可能的 这个现实是为什么 就是你的圆满到底是怎么回事 希望能够启发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够内观 你的内心到底有多少的自我 你在抓住不放 造成你人生现在的所有的卡点 和你的所谓的受害者情节 你的源头 其实是你自己在伤害自己的 放下圆满 让自己的内心空间扩大 你就可以立即显化你想要的现实 无非是这样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明天亮灯